闺女,妈这段时间总是感觉惶恐不安,可能是年纪大了,心里也特别挂念你和西西,我可以帮过去跟你们住一段时间吗? 这几年,我在你弟弟家住的也挺好的,但你弟弟始终不是妈亲生的,长期住在这里,心里不踏实。 妈,你别一天没事东想西想的,我每天都忙得跟个陀螺似的,你要是真过来,我也没时间陪你啊。 没关系的,妈不用你赔,正好西西也开学了,我还可以帮你接送她,你也不用来回折腾了,既省时又省力。 妈,真不用麻烦你了,西西的事我自己会安排好的,如果你过来了,我就更忙了,你还是踏踏实实在弟弟家住着吧。 闺女,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?妈只是想你们了,想过去看看你们,而且我也没打算长住,就几天而已。 我们又不是几年没见,有什么可看的,西西小的时候都是你带的,难道你还没带够吗?你年纪也大了,别折腾了好吗? 正是因为年纪大了,才想要多看看你们,这几年我都没怎么见过西西,一年到头就春节那天见到过她,平日里你也不带她来见我,妈心里很想她呀。 妈,孩子现在已经上学了,不像小时候吃饱穿暖就能带了,如果现在还让老人带,很容易带偏的,所以你们还是少见面为好。 你就听我的,踏踏实实在弟弟家养老,弟弟和弟媳他们都很孝顺你,我会不管你的,别没事找事了,我真的很忙。 闺女,妈跟你说实话吧,我这次确实是有事找你,今天还特意去了一趟你家,可敲了半天,没人开门,我又回来了。 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了,我们每天都要出去工作,家里肯定没人呢,还好你知道自己回去,不然我下班还得送你回去,白白浪费时间。 小倩啊,妈一年比一年老了,最近总是想起你的爸爸,所以有点不踏实。 为什么你想我爸要跑来我这呢?是不是弟弟对你不好,还是弟媳让你受气了? 那倒没有,你弟弟和弟媳对我一直挺好的,我去找你,是因为你弟弟是我领养的,而你是我亲生的。 妈,你可不能这么说,虽然弟弟不是你亲生的,但一直以来他都很孝顺你,包括弟媳对你也挺好的。 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弟弟家住着,别东跑西跑的,以后让弟弟给你养老,弟弟也是你从小养大的,有什么好担心的呢? 小倩,听你这话的意思,你根本就没有给我养老的打算吗?你弟弟毕竟不是妈亲生的呀。 弟弟是你从小养大的,跟亲生的有什么区别吗? 再说了,从古至今,养老都是儿子的事,哪有让女儿养老的道理? 你要是住我们家,那我就得天天在家伺候你,到时候你给我发工资吗?家里的开支你来负担吗? 我也没有长期住你家的意思,更没有让你给我养老,我只是想时不时过去住几天。 你不是爱吃我做的红烧肉吗?我想着过去做两顿给你们吃。 你做的红烧肉我早就不爱吃了,外面什么都能买到,你到底想说什么?没什么事我就要工作了。 小倩,你怎么跟妈说话这么不耐烦?我确实有件重要的事,想当面跟你说。 到底有什么事,要说就说吧,干嘛在这跟我东来西扯这么半天呢? 其实这件事跟你爸有关,他走之前留下了一些东西,我找你是想跟你商量一下,该怎么分? 真的吗?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现在才说呀?你没有告诉弟弟他们吧? 我还没告诉他们呢,考虑到你是我亲生的,所以想先跟你商量一下。 妈,你的想法是对的,你等着,我马上开车过去接你回来,晚上我下厨做几道拿手菜给你吃,咱们边吃边聊。 我就不过去了,你来你弟弟家,我们和你弟弟还有弟媳一块商量。 妈,你老糊涂了吧,这件事怎么能让弟弟他们知道呢?你是不是生气了?刚才我态度不好,不是针对你,是我工作上的事,你可千万别放心上。 不让我告诉你弟弟,那你的意思是这些东西都给你一个人吗? 对呀,我爸留下来的东西本就属于我一个人的,我才是你们亲生的,全都给我有什么问题吗? 这么做的话,以后被你弟弟和弟媳知道了,我要怎么面对他们?我还是觉得这样做不妥。 妈,这和弟媳没有半毛钱关系啊,他对我们来说是外人,咱们家分家产也没必要跟他商量。 妈,等将来弟弟知道了对你不好的话,你随时可以搬过来我家,跟我们一起生活,我负责给你养老。 怎么现在又说给我养老了?你不用忙工作了吗? 妈,我只是说着玩的,你别放在心上,虽说工作重要,但跟您比起来,还是您更重要。 而且,你老是在弟弟家住,整天在他们面前晃悠也不好,毕竟弟弟不是你亲生的,时间长了他们会嫌弃你的。 闺女,你愿意养我就好,有你这句话,我就放心了。 你这说的什么话,我是你的女儿,养你是应该的呀,我这就过去接你,也好看看爸到底给我留了什么好东西,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 这次恐怕要让你失望了,你爸留下的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,你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。 妈,难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吗?是不是不打算把东西给我了? 我没有生气,跟你说的也是真的,你爸是得病走的,当初为了给他治病,我们欠了别人很多钱呢。 你爸走后,我也一直在还钱,但我现在已经老了,很多都做不了了,也没精力折腾了,俗话说负债子长,所以你看。 你竟然忽悠我,我爸欠下的债应该让儿子还,这种事你根本没必要告诉我。 俗话还说,嫁出去的女儿,豁出去的水,我现在也是别人家的儿媳妇,所以这个债跟我没关系。 以后你有什么事就去找弟弟说吧,我那么忙没功夫,跟你瞎扯。 可再怎么说,你才是我亲生的呀,我辛苦把你养大,还供你上大学,给你置办了嫁妆,匆匆光光的把你嫁出去,完了又帮你带孩子,难道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?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,而且那些都是你应该做的,反正我是不会替你还债的,以后这样的事就不要再来跟我说了。 闺女,好歹我也是你妈,如今你也是当妈的人了,你就不怕将来西西也这样对你吗? 这你就想多了,我自己有钱,西西怎样对我都无所谓,但我不会给我的孩子增加负担,更不会给他留下债务。 好吧,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,其实你爸没有留下任何债务,反而给我留了280万的养老钱,他怕我老了以后没人管,特意交代我,说谁孝顺就把钱给谁。 本来我是打算你和你弟弟平分,每人分140万,后来考虑到你弟媳对我这么好,给他分80万,你和你弟弟一人分100万。 妈,你可不能这么分哪,我才是你亲生的,这个钱你拿出两万给弟弟,剩下的全部给我,这才是最合适的分法。 没错,我也没打算这样分了,因为你今天对我的态度已经伤到我了。 虽然你弟弟不是我亲生的,可是在他还没知道这笔钱的时候,他就已经保证过会给我养老的,还让我安心的在家里待着,连家务都舍不得让我做。 我想好了,我要把这些钱全部给你弟弟和弟媳,这样他们的日子就可以过得越来越好了,你弟媳就不用再去工作,他也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。 妈,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,我才是你亲生的,养老的事让我来做更合适。 正好西西这几天总吵着要找外婆,孩子也想你了,你还是过来看看她吧。 怎么,现在想起让我去看西西了,之前我多想见她一面,而你每年只让我见她一次。 妈,我知道你最疼爱西西了,看在孩子的份上,这个钱也得就给我们吧。 西西现在长大的,好多地方等着用钱呢,那些兴趣班,辅导班,我都没钱给她报,她已经很失望了。 这些话你认为我会信吗?西西被你带得连外婆都不知道叫,怎么可能会想我呢? 我想见她都这么难,又何必把钱花在她身上呢? 妈,你可是西西的今外婆呀,我保证以后你想什么时候见都行,看在西西的份上,你一定要把钱给我们,让她把那些培训班都报上,这样她才不至于输在起跑线呀。 我只是她的外婆,该报什么班是你这个当妈士,我一把年纪了,应该操心的是自己的养老问题。 妈,就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?咱们这边有个出国留学的机会, 对,之前就是因为没钱,害得西西去不了,我还为了这事自责了好久呢。 但现在不一样了,咱们家有钱了,一定不能让她再错过这个机会,这可是关乎到西西的将来呀。 妈,如果这次你都不肯帮我,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,也不会再认你这个妈了。 你这么大的黑瓜,让我背恐怕不太合适吧?我又没做错什么,你怎么就不认我了?难道是怪我生错了养错了?还是怪我供你上大学了? 我告诉你,你太让我失望了,我的心也彻底寒了,所以我决定要把这笔钱全都给弟弟家,让他们过点好日子。 不行,我不同意,你要是真这么做了,我会去告你的,你竟然拿着西西上学的钱,给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。 妈,那可是西西的未来呀,你不能把孩子的未来给耽误了,如果我爸在泉下知道了,肯定不会原谅你的。 你想告就去告吧,我已经决定了,这笔钱我会全部给你弟弟和弟媳,没你的份。 至于你会不会原谅我,认不认我这个妈也无所谓了,就这样,你好自为之吧。 大家支持这位母亲的做法吗?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